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做了DJ差不多20年了 六年前突然間電台就離開了 突然間沒有工作 接著一個失業的中年不知怎麼辦 很茫然在這六年裡很擔心 所以在這六年裡 有很多我面對的困難 我都覺得可以和很多朋友去分享一下 離開電台之後 我都回到內地做一段短時間 以及做一些唱片宣傳的兼職 不過因為電台已經認識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打算申請找工作 我連CV也不會寫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當時演藝圈有很多朋友都沒有工作 後來有人提議我 就開個頻道做自己的節目 我就去做 但我發覺又要請導演 又要請編輯 我有很多掣肘 後來有個朋友提議我 你自己學吧 買個軟件回來 一個星期包你學得成 我就困了自己的家 整個星期 我真的學得成了 我就發覺我這些中年人 原來只要用心都會繼續學到工作 一個機緣巧合 我認識了一個IT的專家 他還未到30歲 他說你什麼都喜歡學 不如學寫網站 我,為什麼會寫網站 我都試了,夠膽死 他試的時候 學了三個月 我也不知道問什麼問題 不懂寫 之後竟然真的會寫到 一個超過50歲的我 竟然寫到網站 在我學習的期間 我也要找些兼職來營運我生活 我又做過嘉年華會的推廣 又做過穿保護衣 去消毒的人員 之後我就發過CV 我發過超過60份的CV 終於等一等下 有一份回覆我了 不過那份就告訴我 謝謝你的申請,但你不適合我 很絕望的情況下 我又看到TVB的藝訓班請人 我連這個也申請了 有些朋友跟我說 老父,你別玩了 你做了娛樂圈20年了 還去什麼藝訓班 我老實告訴你 就是因為我發了CV去藝訓班 我終於有一天 收到一個TVB的監製 他說這個節目叫《識貨》 很適合你,你快點來吧 我第一時間當然可以參與 亦都因為這樣的狀況 令我得到這份工作直播大課 在這幾年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們需要增值自己 無論什麼年紀,你都要增值 每天都要學習 這樣才可以令自己與時並進 在社會有蠟燭之地